你們兩位怎麽認識的? 跳舞,Party 可不可以講一下土伯伯,你怎麽看上他? 土伯伯,你怎麽看上土媽媽? 你怎麽認識的? 還有,剛看到有什麽感覺? 他那個時候,我在這個媒人協會裏面做事 他們家裏是有媒人協會寫著過來,從香港到台灣 他那個時候就是,反正很年輕 也很香港小姐的味道 然後,他喜歡吃酒浪車 後來我也教他開汽車這些 那麽後來就用了乾淨之後 那個時候正好我還是個單身 就此我們就在那裏,在台灣結了婚 對不起,對不起,你這講得太快了 我剛才說,你第一眼看到土媽媽有什麽感覺? 我第一眼看到她很活潑 就是說,很有青春活力啊 你想想,那時候騎酒浪車的人並不多 但是她喜歡騎酒浪車 然後,她也看騎酒浪車 我也叫她看騎酒浪車 看那個吉普浪車 所以,她是一個很,那個很 就是說,年輕人啊,富有活力的一種 但是你心裏面有什麽感覺? 我心裏就是說,她這麽年輕 那麽我覺得,她這個應該是不錯的吧 很聰明的 所以後來,我們在雞手交往下去啊 她也喜歡唱歌,也喜歡跳舞 然後啊,我是有點老派的喜歡 因為從小啊,常常聽到那些 結席啊,結席啊,結席 所以後來,她也就喜歡常常結席 到現在還是保持這個習慣 常常結席這個習慣 那陀佛媽媽呢? 後來,請問您先看的陀佛貝有什麽感覺 不是什麽,陀佛剛才是說她在想什麽 我還沒有問到心裏面有什麽感覺 所以主要是想問心裏面有什麽感覺 心裏面的感覺就是覺得她好像她是一個講話蠻大聲的人 她大喉嚨,那麼很直爽,很好爽的樣子 我覺得這人很好,就是講起來是easy person 算是一個很好的人 那麼後來就結婚了 至於結婚嗎? 父母是反對的 我所以說我是家庭革命 所以她是知道的嘛 家庭革命不太容易的,在那個時期 但是最後做父母的,所以我知道 做父母的愛子女 超過子女對父母的回報的愛一定的 那我的父母反對,我是一定不顧一切 那麼父母最後他們輸了我贏了 那本來父母說那你們結婚 我們一個人都不來,什麽都沒有了 結果最後父母的朋友通通來 我還是很有面子呢 他也有面子啊 當時的名人啊,郭正剛啊 江彪英仲勇 還有朱家華吧,都來了 那都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劉德的朋友 所以我的面子還是有 他的面子也都失足了 我們結婚還是很愉快的結婚 不是不愉快 這是一段我們的戀愛史了 還有沒有什麽可以在家 好玩的 好玩的 就結婚了 就結婚了,戀愛的時候 結婚了就沒有了 就好了 就沒有 沒特別的 那戀愛的時候呢 戀愛的時候呢 有什麽好玩的故事啊 沒有什麽特別 特別事件 好像沒有 風平浪靜 那就是很美滿的 那對好 那你們怎麽想到來美國 那是因為他 那是因為他 單身的時候就 apply到美國的 那這個美國大概 過幾年就有姓回來 他再要回去姓 幾番來回到那個時候 他已經結婚了 已經有孩子三個了 那時候美國就准了 叫我們全家移美 我們 我們來美國不是像人家一樣 那麽辛苦 一個人先來 全家一起來 而且我們來呢 是坐的那個 游輪 那個時候董浩雲有兩個人 一個是 Oriental Esmerada 還有一個叫Oriental什麽 我不記得了 它是兩個姊妹號 那我們全家就坐那個游輪 在船上呢 很愉快的經驗就是 三個孩子那個時候 因為不懂英文嘛 船上都是外國人 只有兩家中國人 連我們一家兩家中國人 那他們 Elizabeth跟Eddie 是讀了一年英文 台灣只是初中才有 Eddie是初一 Elizabeth是初二 那麽英文不行嗎 所以坐船有一個月的時間 差不多一個月 從台灣到進日本 還要進那裡 反正到美國差不多 二十七八天一個月 這個幾天呢 在船上正好利用它學習 跟外國人稍微交往啊 或者是學習吃飯用刀叉啊 這是他的idea 也很好對孩子們 然後在船上 三個孩子也很活潑可愛 有一位外國太太 她說 她是一個單身老太太 住在旅館裡 經常把旅館當家 她就是看到 你們三個孩子啊 她說每天到我房裡來 一個鐘點來學英文 三個孩子就每天到她房裡去 一個鐘點 學一點簡單的 最起碼的嘛 這樣然後一直到下船 所以在船上滿愉快 而且因為我們是唯一的一家中國人 另外一家是先生在船上做事 所以太太帶了孩子也在船上 所以我們是唯一的乘客 就我們是跟船長一桌吃飯 還有很多船上的玩 玩的都很開心 船上嘛 他們都有安排寂寞 那個寂寞主持人一定要叫我 嗨,Mrs. Tu 你一定要上台唱一個歌 那麼我就上台去唱一個歌啦 That's it Very happy Very happy experience 在船上 所以來到美國嘛 很好 不過剛來美國的時候有點不習慣